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封频道 大家都知道了吧 埃罗马斯克就是特斯拉那个老板 这个发了一条微博 这个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 特斯拉的市值达到了8080亿美元 什么意思呢 什么量级呢 就是传统的汽车巨头 包括通用福特本田宝马 宏达现代马斯达大众等等 11个传统的汽车巨头 他们的市值加起来是8070亿美元 特斯拉以一己之力 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传统汽车厂商 11家加起来还多 然后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特斯拉现在正式开放 叫全自动的这个驾驶 就不用人介入了 全自动的这个自动驾驶程序 现在已经可以下载这个测试版了 当然在美国那边 我说这个两个新闻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最近我老朋友问我说 如果买车的话 想换车 那是买燃油车好 还是买这个电动车好 然后很多人可能也会面对这样一个选择 咱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新能源汽车 是不是未来 首先咱们要明确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我们燃油车 它有什么问题 大家为什么说会有新能源汽车这么一个品类出现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交通拥挤 对吧 交通它拥堵了 然后交通事故 同时呢 我们希望我们的车更加的智能 对吧 我们希望我们的环境更加的环保 不要被污染 然后等等 各种各样的问题吧 那这个是燃油车 现在它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然后你说新能源车 它就没有这些问题吗 但大家希望新能源车 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呢 比如说车联网 比如说自动驾驶 比如说环保 比如说更加的智能 这个驾驶体验更好 因为车本身 它的本质 是把一个人从AD运到BD 这么一个工具 这是它的本质 你无论怎么变 你最终这个目的 这个本质它是不能变的 对吧 那么如何把人更好的 从AD运到BD 这就是所有的车轮工具 它其实都要这个思考的问题 那么大家都认可的一个事实是什么 就大家都认可一个事实 说我希望以后是自动驾驶 然后车联网 然后智能 然后这个更加的环保 这是大家都认可的事实 那么其实燃油车 它很难达到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新能源车 出现这一个根本原因 那么你可能就要问了说 那为什么燃油车 就不能做到自动驾驶 燃油车就不能做到车联网 好像也可以啊 然后那新能源车 凭什么就可以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好好盘一盘 这个事 那么好 我们就要看看传统的人油车 和新能源车 到底谁能够更快 或者更好的达到这个目标呢 对不对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燃油车 它的这个动力传导系统 今天跟大家讲一些比较本质的东西 就比如说燃油车 这个燃油车的动力系统是怎么构成的呢 比如说咱们正常开车 你一脚油门下去 首先你的油门 这个信号 给到这个油箱 油箱这个抽油泵 把油抽出来 然后喷到这个气缸里 然后气缸呢 又进行压缩 然后它又燃烧 然后之后做工 做工中把这个力养 传导到这个变速箱 传导到轴 然后再传到车轮 所以整个这一套下来之后啊 有人测算过 说曾经踩油门 到这个车真正开始响应 是800到1200毫秒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800到1200毫秒 其实你已经能够感知到了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开车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这个车 比如说这个排量比较小啊什么的 你感觉很幼 对吧 踩脚油门半天才在动 就那种感觉 而电动汽车 只需要几十毫秒 他们测算过 说电动汽车只需要30到80毫秒 这就是为什么 所有的电动车提速度很快 因为它很简单嘛 它没有那么多传动的 那个内燃机燃烧的一些机制 它传动也非常简单 就是电池给这个电机供电 然后电机呢 马上就转 电机一转 马上就把动力传到这个车轮 所以说所有的电动车 它的提速度非常快 你比如说你燃油车 你说我想进4秒俱乐部 对吧 就是4秒6秒达到100公里 那得是豪车 对吧 那是豪车 你一般车达不到 而电动车轻轻松松就可以做到 所以这里面就一个核心的问题了 你说燃油车需要800到1200毫秒 而电动车只需要几十毫秒 所以如果是人工智能 数据 这些算法 自动驾驶嘛 对吧 来控制这个车的话 这800到1200毫秒 你时速几十公里的话 可能都差数几十米了 就是当你车真正反应的时候 已经差数几十米了 所以这个误差是不能接受的 你如果出现几十米了 肯定是出问题了 对吧 发生交通事故了 因为电脑算法 它最终终究不能像人一样 在提前去控制 当它想控制的时候 一定来不及了 这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动力系统的问题 而这个算法来驱动电动车的话 是可以 因为电动车 用咱们白话来讲是什么 电动车好使 听话 你让它停 它就停 你让它走 它立刻就能走起来 立刻就能走起来 这就是说 它整个的动力系统构成 造成了两种车 对于如何能实现自动驾驶 实现智能化等等 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燃油车根本实现不了 这是写在DNA里面 这是从本质上来讲的 所以呢 如果说大家都同意 说未来的社会应该是 自动驾驶 车联网 智能化 车与车之间能够相连 车与路之间能够相连 对吧 然后能够更加的环保 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前提条件的话 那么 燃油车根本没戏 这个呢 作为一个石油工作者来讲 其实我也是挺难受的 毕竟这是一个时代过去 这也是为什么电动汽车呢 新能源车呢 现在几乎所有的汽车厂商 你无论是新的造车新势力 还是传统的汽车厂商 大家都在投入资金 投入力量去生产这个 因为这个代表着未来 这个新能源车代表着未来 这从动力总成上 从这个DNA上 从本质上来讲 就是这样 所以我上面说的这段话 总结成一句话的话 如果要实现智能化 你首先要实现电动化 这个大家都明白了 那么第二个 我们还来讲一个 就是驾驶体验的问题 这个当然我不从这个 说开电动车 什么快慢的等等 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 不同的爱好 我不从这个角度讲 那我们从什么角度讲呢 就是你的车是越开越新 还是越开越旧 你说这还用说吗 对吧 肯定是越开越旧吗 这个车从出厂那一天开始 就变得越来越旧了 对吧 越开越旧吗 但是智能电动车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正常的一辆燃油车 从出厂 然后你开始驾驶 越来越慢 越来越来越旧 然后你要不断的去维修它 维护它 对吧 特别是这个变速箱啊 特别是这个复杂的传动 这些部件呢 发动机啊 对吧 经常什么烧机油啊 积碳啊等等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需要保养它 你需要维修它 它肯定是越来越旧 但是呢 电动车不是这样 因为电动车首先 它的结构很简单 对吧 结构很简单 电池 电机 然后就是简单的传动轴 然后就车轮了 所以电动车几乎不用什么维护 没有那么多什么什么润滑油啊 什么防冻液啊 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了 我们知道所有的电动汽车 它都有一套操控系统 对吧 我们知道那个特斯拉也好 小鹏也好 什么理想也好 我们经常听到说他们OTA了 什么叫OTA 就over the air 什么叫over the air 就是这个电动车的系统升级了 就像手机一样 就像我们用的苹果手机 安卓手机 对吧 什么14.1系统变成15.0系统 就是它能够通过远程 把你的系统升级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买一辆电动车 从出厂的那一刻开始 它才刚刚出生 随着你开 它越来越成长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聪明 你不断的对它进行升级 不断对它进行升级 它变得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智能 这就是这个车叫越开越新 这又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不一样 就是完全相反的发展路径 对吧 你比如说你买了一辆特斯拉 好吧 你可能买的是个基础款 不带这个自动驾驶的 或者什么辅助功能的 突然有一天你说你想用这个功能了 你只要按一个按键 付款马上 马上 这个系统自动升级 升级完了之后 你这车就拥有了自动驾驶功能 那以后它还推出各种各样的功能 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购买去使用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真的本质上的不一样 你想你买一辆豪车 无论这个车多贵 传统的燃用车 从出厂那一天开始 它就逐渐衰老 逐渐的落后 但是如果你买的是一辆智能电动车 它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它是永远跟着这个系统更新更新的 开的车永远都是新的 而且还不用怎么保养 所以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 然后我还想谈一点 就是传统的燃油汽车的这种商业模式 和现在这个新的 就是智能电动车的商业模式 也是完全不一样 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 比如说燃油车 你可能几年前买一辆卡罗拉 可能需要十几万 但是呢 其实你现在买一辆卡罗拉 你还是需要十几万 就差不多 就它其实 但是它车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没有什么变化 发动机可能还是原来那个 也没怎么升级 但是你花的钱其实也差不多 就是传统的燃油车 它是希望叫什么呢 叫卖硬件来赚钱 就比如说它所有的成本 加起来是十万 然后呢 它卖 比如说卖二十万 那可能这个4S店呢 然后批发商呢 一级一级的每一个 每一个集 每一个节点 它都赚几万 最终到消费者手里 变成二十万了 就是传统的 这个汽车厂商 它是通过销售硬件 来赚硬件的差价 当然后面还有一些维修啊 什么零件呢 但本质上都是这个 它要赚这个差价 它赚这个钱 所以它要有渠道 它有4S店 它要有不同 不同的这个汽车经销商 那消费者呢 没法从主机厂直接买车 消费者只能从4S店呢 接销商啊 手里买 这就是传统的燃油汽车商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商业模型 但是你发现没有 从特斯拉开始 就所谓的这个智能电动车的 这些厂商 他们完全打破了这种模式 就没有4S店 没有渠道 所有的消费者可以直接从 这个汽车厂商直接买 从厂家直接买车 就中间所有环节全部干掉 那你想这个费用就降低了非常多了 很多很多钱就省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同样的硬件 那消费者所需要的钱就更少了 对吧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你会发现这个特斯拉啊 总体说特斯拉 它因为它比较典型嘛 它非常典型 对特斯拉这个车 你发现它每年都在降价 它不断降价 比如说它推出一个 比如说Model 3 然后是比如说是20万 22万对吧 然后明年呢 就是Model 3的新版 然后它还是22万 甚至21万20万 它在不断的降价 你发现没有 这个跟传统的燃油汽车厂商 是不一样的 按理说你应该维持住 这个利润空间对吧 但不 它每年都在降价 你发现这种模式 跟什么比较像啊 是不是跟手机很像啊 对啊 比如说我们买iPhone 我们买这个华为 每一年我们买它旗舰机 定价差不多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旗舰机发布了之后 上一代的旗舰机 马上就降价了 马上就非常非常便宜 来到市场上 然后消费者买的这个旗舰机 永远是差不多这个价格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电子产品的 销售模式的逻辑 是不断的清库存 我当我有新款出来了 我老款马上清掉 然后我卖我的新款 新款卖完了之后 再有新款出来 把这马上清库存 所以说呢 它永远是旗舰机 是永远是保持这个水平 甚至还要再减价 这就这就 这就是倒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点 就是新能源汽车厂商 它做汽车生意 用的是什么 消费品 电子消费品的这种商业模式 这就跟原来的汽车厂商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说靠什么赚钱呢 可能比如特斯拉也好 小朋友也好 他们卖一辆汽车 从硬件上可能根本不赚什么钱 他赚的什么钱 他赚的是软件 是服务 对吧 你比如说那套自动价值系统 如果你要用的话 OK 加钱 对吧 然后你说我需要个什么 什么什么自动泊车功能 加钱 你说我需要个什么自动跟车功能 加钱 软件来收费 你发现没有 这也就是新的这个玩法 当我这个硬件 我卖给你了之后 我通过软件不断的去优化 然后我推出很多很多新的功能 这些新的功能呢 是以用户为中心 切中用户的使用场景 在这种基本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让你来付费 按需来付费 你不是说你必须得买 不是这样 你需要什么买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个视频的开头就讲 说特斯拉的股价 已经超过了11家 传统汽车的厂商的市值之和 超过了 为什么 因为资本市场 对于特斯拉的这种商业模式的定价 并没有把它看成说 你是个卖硬件的汽车厂商 而是什么呢 而是你是一家软件加数据 这样一个公司 而这种公司 它的一个盈利的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它的盈利有可能出现一个指数级增长 第二个呢 它是编辑成本递减 就什么意思呢 就我这一套自动驾驶系统开发完了之后 有一个人用 还是1000个人用 还是1万个人用 对我来讲 我的成本并没有增加太多 就几乎可以忽略 我成本没有增加 而用的人越多 对我来讲 我对于每一个用户来讲 我的成本就摊薄了 摊的越来越薄 对吧 那最后为什么我们现在用很多软件都是免费的 就因为用户量太大了 对吧 比如说你用微信也好 你用360那些什么杀毒软件也好 它为什么不要你钱呢 就是因为它的用户量太大了 把它研发成本摊的几乎就是零了 然后它当有用户的时候 它就有了数据 有了数据它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通过这个来赚钱 所以呢 这就是两种模式所带来的这种根本的这种不同 这种不同呢 就得到了资本市场不同的这种看法 说你根本不是一个卖硬件 你只是批着一个卖硬件厂家的这么一个外衣 但其实你是玩数据的 你是玩软件的 你的编辑成本是递减的 那就说什么 以后你会非常赚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市场 对于特斯拉的股价这么看好 对于公司这么看好 给它这么高的 这么高的这种溢价 当然了我们中国为什么现在 大力发展这个新能源汽车 一个根本原因就是 新能源汽车对于我们中国来讲 是一个弯道超市的好机会 因为我们不可能 从头发展追上传统的燃油汽车 发动机变速箱等等这些 我们根本攻破不了 我们知道这么多年我们市场换技术 对吧 我们很多公司跟国外的汽车厂商 进行合资 对吧 我们都知道什么大众也好 什么宝马也好 都合资过 对吧 但是最后你会发现 拿不到技术 你根本的拿不到技术 包括日本那些厂商技术 你也拿不到 就市场换技术是失败的 做不到 就是在这个点上 别人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你很难从零开始发展 追上它 你追不上 但是新能源汽车不是一样 不是这样的 新能源汽车结构非常简单 对吧 你像电池宁德时代 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算法数据 中国缺的就不缺这个 对吧 我们有大量的使用场景 我们大量的人 大量的不同的路况 其实我们积累数据 积累算法 我们是有优势的 别看现在特斯拉说 哎呀 我发布这个全自动驾驶程序了 你们来用吧 然后他用的是这个纯视觉的这种模式 然后中国这个很多 这个做这方面的开发的厂商呢 他们用的是雷达的那种 那种模式 但你不管走什么模式吧 特斯拉先走了几步 但是从长期来讲 中国有丰富的这种使用场景和数据的积累 这种可能性 然后有丰富的道路的这种数据 其实从长远来讲 自动驾驶这个事儿 中国应该是还是 就跟互联网一样 最终还是中国人玩的最好 所以呢 这个是中国弯道超车的一个绝佳机会 这是为什么中国在大力的这个发展新能源汽车 如果你不发展新能源汽车的话 那以后路上跑的都是外国的汽车品牌 这里面有个关键点 就是新能源汽车跟传统原油车不一样的是 你路上跑的大量的都是国外的这个 新能源汽车 智能汽车的这个品牌的车 那么这些车是可以联网的 这些车是可以监控车周围的环境的 包括车主的信息 包括道路的信息 对吧 这个咱们之前做视频都讲过 这是很危险的 这是涉及到这个生命财产国家安全 所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 中国也要大力的发展新能源汽车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稍微总结一下 就告诉大家 燃油车是没有希望应对未来自动驾驶 未来车联网智能汽车这个时代的 它应对不了 燃油车本身它自身的结构就限制了 它不可能实现这个 所以呢 要实现智能化的前提是实现电动化 这是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呢 就是智能电动汽车呢 它是越开越新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智能电动车的商业模式 跟传统燃油车不一样了 它会让消费者 让用户呢 按需购买 它更加的友好 然后呢 它的这个服务的粘性会更高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中国要实现半导超车 出于自身的产业考虑 也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 好了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如果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